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同 不同的食物会有不同的辣椒沾酱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些料理的 嗨 大家好 我是Kissing Barama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讲座就是这个 没错 红色辣椒拥抱绿色生活 那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要设定这个主题 是从红色的辣椒来拥抱我们绿色的生活 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因为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不知道谁是巴勒 那我呢 是大家听出我的口音吗 我妈妈是台湾人 然后很特别的她从台湾嫁去马来西亚 那我就在那里长大了 然后也接受那里的教育 一直念到高三的时候呢 诶 帮我过来台湾念大学 然后认识这里的朋友 然后认识现在的老公 然后现在就结婚 嫁来台湾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 然后我妈每次介绍的时候都会介绍说 一个换一个刚刚好 然后我高三毕业之后呢 其实就有申请到台湾的大学了 只是我没有来念就跟 因为我们那里会有华侨嘛 就是台湾的大学有到各个地方去招生 像是香港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 越南缅甸之类的 然后就会有简单 按照高三分发生机去填志愿 然后我就填到分发到政大 念社会系这样 可是那时候我一高三毕业 就到新加坡去教钢琴了 然后就去教了一年半 那那时候我就想说 还不错啊 高三毕业 那时候感觉薪资都还不错 因为在新加坡可以乘二两倍 就等于马来西亚的钱 然后我就来到台湾念大学了 就念了四年 我是2006年来台湾念大学 那念完大学之后 我就跟我同一届的朋友 因为我们有很多马来西亚的朋友 就跟他们说 我不要像你们又要严毙 或者是要研究所 为了留在台湾 因为他们也蛮想 毕业后留在台湾 在这里发展 那我说我不要 我第一个我就要回去马来西亚 我不要像你们 用各种方式为了留下来 那结果我是第一个留下来的 所以话不能讲的太满 对 然后我就这样子就结婚 一直到现在 结婚大概一年后吧 我2012年就生了小孩 嗯 然后我那时候 因为生了大儿子之后 我的小孩就是太理素宝宝 因为我是吃素 所以她在2012年出生之后 差不多四个月之后 就要开始吃副食品了 然后我就开始要找 关于这方面的素 好像找不太到 那时候很少有素食副食品 都是借由问一些比较年纪大的婆婆妈妈 素食副食品要怎么煮 那就问一问 就到处问啊煮这些啊 就是用各种蔬菜水果去融入在里面 或者是粥啊 蔬菜啊 就是打橙泥啊 或者是用一些有营养的酪梨啊 葡萄啊这些 还是苦茶油面线这样给小朋友吃 我就一个一个给她拍下来 写成部落格这样 然后希望就是其他的人搜寻的到 啊素食宝宝是怎么吃的这样 然后就被这个啊 妈咪宝贝就看到 然后他们就看灯出来 所以我就越做越写越有兴趣这样 然后一直到了2017年就开始了 我的YouTube频道就是巴勒妈的家 然后就把图片转换成动态的影像 分享给大家 那大家看看这个马来西亚 会有联想到什么吗 对榴莲 榴莲也是马来西亚的 然后就是对榴莲这里啊 红毛丹啊以前我小时候是住在 红毛丹原树里面长大的 就是就一大片地后面有红毛丹 然后随手就采来吃很有趣 就在乡下长大的 然后这个是山竹 然后还有海边 马来西亚就是会联想到海边 每次一回去就会带孩子去海边玩 嗯还有这个甜点就是 煎豆 还有八宝冰 这些的甜品冰品啊都会 所以有加了一个元素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跟台湾不太一样 最近我在吃台湾的黑糖挞饼 五种料 五十五元还是六十元 我就在想 这挞饼的黑糖也蛮像的 可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想念马来西亚的 后来我就知道了 因为它多了一个椰浆的味道 对他们会放椰浆 然后有时候会放一个黑糖 黑糖是马六甲椰糖 就有一种椰子香气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台湾加了椰糖一定会大卖 我就会尝去吃 加了椰浆 可以试试看 然后还有海边啊 还有这双子星是马来西亚最高峰的 台湾是101啊 还有拉茶 就是会拉来拉去 然后会有泡泡在上面 就是拉茶 还有三大种族 上面这个三大种族 有三种不同 华人 印度人 应该说马来人 因为马来人比例最多 然后马来人 再来第二多是华人 比较少是印度人 再来是原住民这样 因为我是华人 我们是华人嘛 所以我就先来讲 华人的农历新年 跟台湾一样都会过年过节 然后会有除夕夜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那比较不一样的 我觉得就是 张灯劫彩这部分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会挂 满条街都是红红的灯笼 然后还有挂红布啊 在每夹夹复复都看得到 就是然后商场就一直播 新年歌一直轰炸这样 嗯 然后这里只有要到迪化街 我才可以感受到那种感觉 那这就是我寒假的时候 就今年寒假年初回去马来西亚 那时候他们的灯笼都还没拆掉 然后赶快到这个文化街 就是丰街 也叫机场街那边去 他们就会有很多灯笼 整条街都是满满的去拍 然后这个是那个商场 就是大卖场 就是百货公司会有挂很多灯笼 然后有些店家会布置有这个 武龙武师的石头在那里 都会很喜气洋洋啦 红色的 就是一种象征幸运啊 丰收很吉祥的这样 像这是我哥哥的家 他们刚搬新家 搬新家他就会想要请武师来给他热闹热闹这样 然后就那个武师就会跑去家里面 然后跑去楼上到处 每一间房间都去给他热闹武师 然后还会趴在地上 那个武师会帮你剥柚子剥干 象征那种 就用嘴巴咬 然后等下他就起来 然后就耍特技表演这样 那马来人的这个过年 就叫哈兹节这样 哈利拉亚埃得fitri 然后开灾节 就是他们伊斯兰教是最重要的节日 他们会点灯这样子 会有摘戒月 摘戒月那整个月他们就不能吃 然后要到他们的一个时间啊 下午这样子不知道几点 然后他们才可以开始吃 然后连喝水也不行 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马来朋友坐在一起 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正在摘戒月 然后我就拿白开水喝 就是拿平常的水这样喝 他就另外一个朋友就告诉我 他现在在摘戒月 这样子在他面前喝水 不礼貌 晃晃晃才知道 有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 也不一定会知道 就是多接触才会知道 然后就才知道他再来借月 不能这样 那他们过年会吃的食物就是 这个葡萄 就是马来粽子 还有配小黄瓜 还有特制的沙特酱 就是串烧 还有这个人当鸡 这是当然就是素的啦 这是我做的人当料理 然后还有就是印度人就会过这个图腰节 图腰节就是算是他们的一种新年这样子 就是诞生黑暗 然后一样也是有大扫桌 然后他们在家门口会挂上椰子叶制成的一些饰品 像我们华人就挂红色的布条 然后他们会吃的东西就是咖啤 黄姜饭还有烙饼这一些 可能在台湾的印度餐厅都会看到的一些食物 然后很特别的是他们会做这个米染色米画 这些都是用白米做成的 然后把白米去染色 染了之后他们就把它铺做成一部画这样子 也是在一个百货公司这样 还有大饱生结 其实大饱生结对我来说比较陌生一点 但虽然也是在那里生活了18年 因为18岁过才离开马来西亚 他们的大饱生结就会也是 是一种他们觉得是庆祝光临 战胜黑暗的一种节日 他是为了纪念女生Pavadit 跟像他的儿子这个慕鲁干 然后他们身上的这些都是刺来刺去的 我记得小时候我就问妈妈 为什么他们这样子刺不会痛吗 全身都是被针刺啊这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之前有祷告 或者是有施術 有进行一些仪式很虔诚的 对上上帝很虔诚的表达 所以他们这样子还愿啊 还是一些他们对神的一些敬意 那今天就要来进入到我们的 为什么要从红色辣椒讲起 因为呢我特别的爱吃辣椒 这个在马来西亚的就是因为文化种族很多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饮食不同的 花人有花人专门的饮食 然后马来人有马来人喜欢的 印度人印度人文化 不同的文化呢他们的饮食方面也不同 那可是这红色辣椒呢 就是在马来西亚料理中呢 不可以获取一个调味品啊 因为它很广泛 风味也很独特很丰富 不管是咖哩啊炒饭啊 都会放辣椒 不同的食物会有不同的辣椒沾酱 因为每一个国家的饮食文化不同 那在台湾的话我是看到有豆瓣酱 辣的豆瓣酱或者是红油这类型的 就比较少看到有加了各种辛香料的不同辣椒 所以我一开始是蛮不习惯这样子的调味 尤其是我很排斥吃那个辣豆瓣酱 那我发现是咸味居多 那这个红色辣椒呢 其实就是占据了马来西亚很重要的地方 因为就是家里就会有钱 有一点前院有一点后院 他们都会种一些辛香料 像芬兰叶啊 咖哩叶啊 辣椒 那这就是我妈妈种的紫色辣椒 叫红色辣椒 那先来说 马来西亚常见的辣椒品种有四种 有很多种啦 我就分成四种 有这种大条的红色辣椒 炒菜用的 或炒空心菜啊 我们都叫马来风光 它会炒成辣辣的 放芭拉煎去炒 还有这只鸟岩辣椒 比较小的 还有青辣椒 那青辣椒就是我觉得很特别 它其实是有辣味的 可是我吃过台湾的青辣椒 是台湾椒糯米椒 糯米椒是没有辣味的那种 青龙椒糯米椒 切起来 有时候菜市场的老板会说 叫我拿来炒 炒那个黑豆豉啊 或是炒肉 但我就吃素的啦 我可能就会拿来炒豆干 那这个是小辣椒也是蛮辣的 那现在呢就来跟大家玩一个小游戏啊 因为就讲到不同的食物 会配上不同的辣椒嘛 像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板面 这个是那个鸡饭 然后这是云吞面 然后这是辣子里妈那西勒马椰姜饭 那这个是港式点心 那配上这些辣椒 这是青辣椒腌制成酸甜酸甜的 那这是特制的一种香香的辣椒 然后这是有一种比较稀一点的水水的 然后有一些姜跟荆棘跟辣椒的香味 东部答案就是这个板面呢 就要配这个香香辣椒啦 那这个云吞面呢 就一定要配这个青辣椒才对味 它的那个青辣椒 它是有腌制过的 然后还有这个 那西勒马椰姜饭 就要配红红的辣椒酱 这应该在台湾很常看到 只要是 印尼啊 印尼啊 泰国啊 马来西亚的店都会有 然后这个点心的呢 就是配一种 其实这个我没吃过 可能是因为我吃素的关系 然后就比较没有感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不同的辣椒 三巴辣椒 对 就是因为我很想要吃 然后台湾又没有 所以方法就是自己做啦 其实这些材料也不是很好买 就是南姜啊 还有黄姜 最好就是新鲜的黄姜 新鲜的黄姜实在是太难找了 所以就用黄姜粉 可是台湾好像叫姜黄粉 香茅 香茅所以比较好找到 是在印尼店 或是越南店的冰箱里面 就会看到有人卖 南姜是很硬的 南姜就不知道有没有 我有一次买是在虾皮那边买到 对 找到 有就买来做 然后就一直炒 要炒很久 一直炒炒炒到它的红色的油跑起来 也要放很多油去炒 炒到这样稠稠的 就是变成这种鲜红色的辣椒 就是三巴辣椒 然后海南辣椒是 我觉得最容易做的辣椒 就只要有荆棘 荆棘在马来西亚我们叫酸干 那还有大辣椒啊 小辣椒这些 砂糖还有盐水 就是直接不用煮 就是打起来像果汁鸡 这样子打水水的 就这样子沾 还有砂糖酱 砂糖酱就是主要是有花生粉 跟牛带有点甜甜花生的香味 沾这个 这是饭团 它是一个四方形的 用椰子叶做成的饭团 然后就是夺度饭 配这个砂糖串烧跟小黄瓜这样子沾 这些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 有时候早餐会这样子吃 就是吃酿豆腐 有这个秋葵啊辣椒啊 豆腐啊 然后干到果条啊 果条在台湾我也觉得 比较难买到跟马来西亚 一样口感薄薄的 那我去菜市场买的那种板条是很大片的 那我就回来自己切成小段小段的 然后撕开来 这样子当成板条 它们配的辣椒也不一样 就是这个甜酱 甜酱配一点辣椒 然后青辣椒直接加酱油 一开始我还不会做这些辣椒的时候 我要解决我在这里吃辣椒这个习惯的时候 我就用最简单的方式 新鲜的红辣椒切一切 或者小辣椒比较辣的切一切 然后放酱油 这样子就很像 所以可以看到每一餐上面都会有辣椒酱油 还有这个就是水晶饺会配不同的辣椒酱 还有都是拉沙 下面就有一种拔拉酱 拔拉酱是荤的 有一种虾子的味道 但也是有涂素食的 我就去素食材料行买的 还有很特别的是这个素豪煎 在马来西亚是炒成这样子碎碎的 然后台湾的是一整片圆圆这样子翻面的 还有这个是四大天王 也是很怀念的 就是有臭豆很特别 很多人有一个网友说 叫我去新竹的某某菜市场买 那我也没有去太远了 可能夏天再找找看 搞不好又会有 克服饮食的差异 就刚刚讲的 我就会到各个店 印尼店、越南店这些 或者问同乡朋友 这怎么煮啊 那个去哪里买啊 问大家 大家可能一起嫁过来的 知道去哪里买 最简单的就是这一盘的 然后配 后来就打电话问家人要怎么煮 啊我一开始学会的是炒果条 因为就把它切成这样 然后再来妈妈就滑蛋 和椰浆放咖喱 就最后就挑到这个人当 接下来年这个娘惹粽也出现了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做这些料理的 就是因为这样子的 自己想吃 所以就自己一直学做 好妈妈就把它做起来 那我们吃素呢 那没有这些肉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觉得可以从原型食材 变出肉 像杏鲍菇就很像鸡肉的口感 不管是剥成细细的丝变成鸡肉 或是剥成块状像鸡肉块 都是很好利用的 还有金针菇啊 它会切碎碎去炒 会有一种虾米的味道 鲜香的味道 这些都可以去代替肉类 就不用去伤害到动物 还有这些桃椒啊 珊瑚草 黑白木耳 就可以让这个素肉燥它有黏性 那豆干油豆腐这些呢 也是很好去代替肉类的 豆包豆腸面腸 那玉米片呢 苏打饼 这些都是在炸物上的 我很喜欢去用用 因为它把苏打饼捏碎 或是玉米片捏碎 然后去沾 就可以当面包粉这样来炸 很特别很香 接下去呢 就是很感谢大家今天呢 听我把这一整串的故事讲完了 那不要忘记 还要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我的YouTube频道 是巴勒妈的家 谢谢大家